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贪官,这一次真的要尿裤子了 因为美国的实干派朱利安尼要实施RECO法案,清剿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 在9月20日,在班农先生的war room当中,班农先生问郭先生 为什么每一次有像朱利安尼市长这样的人站出来,中共就会立即开始攻击他们 郭先生幽默的回答,班大爷,我不想让你不高兴 以前我一直以为班农是中国鼎鼎大名的白人 但是在Rudy,也就是我所说的朱利安尼,出现之后,您就不在世了 中国共产党知道他们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所以他们真的很害怕朱利安尼 因为他们知道朱利安尼是曾经消灭黑帮的人 他们知道自己就是黑帮中的黑帮 朱利安尼可以用反黑的法案,也就是RECO法案,来灭掉中国共产党 朱利安尼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派 然后呢,班农又转过头来问朱利安尼,你是公认的优秀的检察长和纽约市长 消灭了纽约的五大黑手党家族 美国是否有可能使用这个法案来消灭中共 而朱利安尼霸气的回答,绝对可以 中共要比我们以前很多涉外的案件更适合RECO法案 我们曾经提起了许多针对外国人的疯狂的案子 比如我们曾针对过与美国只有过一次联系的一张贿赂银行的支票 我们就能就此去追溯一堆土耳其人,追溯一堆波兰人 而如今的中共在美国的存在简直就像其在中国的存在一样 而且洗钱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荒谬的程度 所有这些都可用RECO法案的欺诈案件来追讨 还有知识产权的盗窃 根据RECO法案,你可以没收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嘣的一声,他们的资产就全没了 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觉得,哇,朱利安尼实在是太霸气了 我就是这样对付T-States 对于Team States,我们只提起了一个民事诉讼 我们胜诉了,然后我们就一锅端了他们的董事会 只起诉一个人,所有的人就全部都玩完了 所有与黑手党有关的赌场也全都玩完了 所有与黑手党有关的所有的企业也全都玩完了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哇,太厉害了 只有一年哦,原理就是 如果你一次只起诉一名黑手党 那么黑手党会永远存在下去 如果你把他们的资产没收了,夺走了他们的帝国 那么他们就玩完了 班农问,你认为可以用这个方法 很精明能干,然后他会声会色的讲了 习总加速是阅兵时的壮观景象 他说,大家看看他检阅的200万的军队 所有的人都长得一样的高 还戴着帽子,看过去就像绿色的排球桌 邦邦邦邦走过去,他就一个人站在那里 似乎要让所有人看到他不是闹着玩的 我曾与他关系不错,可是现在我的感觉完全不同了 现在的话呢,我就觉得 川普总统已经拿习总加速师开设了 再看看拜登的竞选广告 拜登的竞选广告到中 10个有6个都是攻击川普 处理疫情不当的 我们知道呢,这里边肯定有民主党的捣乱和破坏 但是呢,拜登的广告肯定不会这么说了 他只拿川普处理疫情不当来做说辞 但是呢,川普在3月份的时候说 新冠病毒就只是个流感 4月份就结束了呢 这也是,确实是川普说的话 这也是事实 说明当时呢,习近平同志呢 把川大统领呢,忽悠的够呛 川普呢,当时是真的有点相信 习近平说的有关病毒的事情 拜登天天在竞选广告上放这一段 所以你说川普应该是什么感受呢 心里一定是恨死习近平同志了 所以呢,川普才拿习总书记在公开的集会上呢 开算 这也就说明了 川普与习近平的友谊的小船 已经彻底玩完了 彻底的翻了 所有听了以上几个消息的网友呢 估计呢,都会和我一样的激动 一样的兴奋 在2018年的9月份呢 郭先生去山里和几个重要的人物呢 去开会 其中呢,就包括美元的股东 我猜呢,肯定有摩根家族 定下了灭掉共产党的战略 到现在呢,已经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上万的香港孩子被失踪被死亡 全球95.8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经济损失几十万亿 美国在爆料革命 尤其是郭先生在War Room的访谈 和闫丽梦博士病毒真相的不断的揭露下呢 终于开始醒来 实力派,也就是行动派的朱利安尼 站了出来 公开说用RICO法案 查封盗国贼的资产 灭掉盗国贼 川普呢,公开的嘲笑习近平同志 说呢,与习近平同志的关系完了 这就是美国吹响了 正式开始行动的号角 爆料革命走到今天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真的感谢郭先生 感谢闫丽梦博士 感谢路德 及路德的博士团 不过呢,我们是高兴了 那些盗国贼家族 那些个贪官呢 可能会真的下尿裤子了 因为呢,朱利安尼呢 有超越两党的政治名望 还真正呢,用RICO法案 在一年之内呢 把4月纽约多年的 五大黑手党家族消灭 使得那个时候的纽约呢 治安迅速好转 最主要呢 他现在不是政客 他现在只是川普的私人律师 他在西方世界呢 有巨大的民意支持 他出来灭共 就是不能把他推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之争上去 他呢,指示灭共 现在呢,川普的两大左右护法 班农和朱利安尼 中融会时 加速推进灭共的进程 所以网友们说 那些贪官能不下的 尿裤子吗 那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几十年 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才攒的要后半辈子和私生资金享用的钱 原来呢,有班农 蓬佩奥 纳瓦罗 现在又有一个真正实施过RICO法案的人 斩钉截铁的霸气的告诉他们 中国共产党绝对可以用RICO法案解决掉 你想那些盗国贼能睡得着吗 估计呢 他们要是怕把裤子给尿了的话呢 会像拜登一样 用上药不湿 他们真的就是老鼠碰到猫了 但现在呢 只是刚刚开始要灭共 后面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盗国贼呢 绝对会拼命反抗的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 美国与盗国贼勾结的那些力量 他们实在是收到中共太多的好处了 让他们放弃呢 是不会那么容易的 估计呢 他们也跟着CCP呢 做了很多的坏事 尤其是性情幼女和换器官 这可是大罪 他们呢 也怕被轻率 所以呢 他们也会拼死的抵抗 像这次的Facebook 推特呢 就封掉了 严博士的科学报告和访谈 郭先生呢 在9月19日和9月20日的直播当中呢 说到中共是怎么控制西方 用什么公司 什么手段来控制的 郭先生说 共产党控制美国的五个武器 第一个就是社交媒体 像推特 Facebook Google 他们都是被中共间谍控制的 我们知道 有大名鼎鼎的李飞飞 第二个呢 就是经济 我们也知道是被华尔街控制的 华尔街可是与中共深度捆绑的 前些天呢 郭先生说过 基辛格呢 多次坐郭先生的私人飞机去北京 住盘古酒店 他去呢 绝对不是去吃饺子的 他是帮助科技巨头公司 华尔街 好莱坞和中共去勾兑的 共产党对付美国的第三个武器 是美元 大家知道美元的大部分也是美国的跨国公司 华尔街控制的基金公司投资到中国的 第四个才是生物武器 化学武器 也就是现在的新冠病毒 荼毒全世界这么深重的新冠病毒 也才排在第四位可想而知 排在第一位的社交媒体 已经被中共控制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这些跟随爆料革命的人呢 是亲力推特 YouTube Facebook 是怎么样封杀郭先生 及跟随郭先生爆料革命的战友的 那些五毛又是怎么样在社交媒体上 兴风作浪 颠倒黑白的 第五个是中共对付美国的武器 就是宣传机器 就是中共的大外宣 中文媒体就不用说了 99%都是他们控制的 对于英文媒体的CNN BBC 就是简单粗暴的 直接用钱砸 就是巨额的广告费 派某个中文记者带着巨额的广告费去应聘 然后呢这个记者就写一些污蔑郭先生 严博士和爆料革命的文章 这些个无良的媒体为了钱 全部都接受 海航和安邦还计划收购过CNN FOX和其他的社交媒体 而背后的撮合者就是黑石的苏世民 所以呢 使用RICO法案灭掉他们在西方的财产 只是走的第一步 后面呢与中共全面脱钩 断掉美元断掉科技 打掉知识他们的华尔街和科技公司 才能让中共真正的死掉 而这呢还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呢前方已经出现了曙光 胜利已经露出尖尖的小脚了 让我们一起加油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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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